大家好,我是Melody美樂,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一個曾經想自殺的經歷, 我信了耶穌很多年,一直都是回傳統教會, 小時候已經開始發異夢,很特別的夢,很奇怪的夢, 整天都發我又不知為何,三十多歲就開始見到異象, 我亦都不知為何,我不知道那些叫異象, 我懂得分辨聖靈的聲音,因為聖靈和我說話時, 很溫柔、很舒服,我知道是神和我說話, 但我不是很懂分邪靈的聲音,因為我不懂分, 那個是邪靈的聲音,還是我自己裏面的聲音, 那些不好的思想,不好的東西,是來自邪靈, 還是來自我自己呢,我就不太懂分, 在十幾二十年前,我睡覺的時候, 那隻左耳突然鎖鎖聲,很不舒服,那種鎖鎖聲, 在床上睡覺的時候,一轉身,鎖鎖得更響, 那種聲音很討厭,我就嘗試不轉身, 不敢動了,不敢動就越來越不敢動了, 當然會影響睡覺的質素,睡得不好, 越來越不敢動,那種鎖鎖聲很響, 響到很困擾我,令我覺得很討厭, 當時最嚴重的時候,簡直是見到一張床都害怕, 見到一張床就害怕,死了,今晚又鎖鎖響了, 我又睡不了了,不知道那時候, 自己的情緒已經是很大的困擾,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情緒病,也沒有思覺失調, 天天開開心心吃喝玩樂做人,突然會這樣, 最糟的是我沒有跟別人說,沒有跟別人說這件事, 自己在想,連家人都不知道, 成為我生命中一個破口,我也不知道, 有同時介紹我去看一個耳鼻喉專科醫生, 那個耳鼻喉專科醫生是香港很出名的耳鼻喉, 是很出名的龍頭醫生,我對他很大期望, 我很想去醫好我,那時候不知道什麼事, 吃了整個月藥,一點都沒有好, 還這樣哭哭響,我突然一下子沉了心,很絕望, 覺得這麼出名的醫生也醫不了我, 我沒有得救了,不知道怎麼辦, 這一世都這樣哭哭響,很慘, 餘下的日子都是哭哭響,很痛苦, 開始很不開心,但自己仍未知發生什麼事, 邪靈開始來跟我說話,她跟我說, 你哭哭響,睡又睡不到,你這樣做人很辛苦, 連最好的醫生都醫不了你,你沒有希望, 她又很有步驟,很有耐性的,邪靈, 她又不會一下子跟我說那麼多,我就會警覺, 她暫時跟我說那麼多,同情我, 站在我那邊,體貼我的肉體, 我便在那裡吃光那些東西,我便說, 是的,我真的很慘,再是這樣的怎麼辦, 那幾天她又來了,又跟我說, 你這樣哭哭響,吃了那麼多藥, 一點都沒有好到,不如你死去吧, 你這樣做人有什麼意思, 我便知道,一輩子都那麼痛苦, 又沒有人知道你在裏面那麼吵, 又沒有人知道你辛苦, 就算知道都幫不了你, 你看下一年最好的醫生都幫不了你了, 你不如死去吧,反正你信了耶穌, 你死了會上天堂的, 你家人不會怪你的,你自殺, 耶穌也不會怪你的,你很辛苦, 他又說得很合情合理, 我又吃多些,又信了多些, 我就開始去想,第二樣沒那麼認真, 想怎樣死也很認真, 想一下,開煤氣又怕爆炸累到人, 跳樓又怕炸傷人, 衝出馬路又怕累到司機, 吃藥又怕死得慢死得辛苦, 一路都爭不定主意, 那段時間吃東西沒有味, 看不到東西, 望藥電腦看不到字, 聽不到人跟我說話的, 但我一路, 最慘就是我沒有曾求牧者, 弟兄姊妹的幫助, 也沒有說給家人聽, 自己困在裡面, 不停想,不停想, 他就說得很合情合理, 很夠說服力, 我相信耶穌, 我死了會上天堂, 我為何要捱這幾天, 連響響呢, 很有道理, 那段時間, 整個人都不知被什麼罩, 日思夜上, 我怎樣死呢, 我怎樣死好呢, 我怎樣死好呢, 我整天在想這些, 過幾天見我沒有行動, 居然來催我, 他說你都拖了很多日了, 你要快些決定了, 影響到我, 什麼都聽不到, 只聽到他跟我說這些, 我又在心裡, 真真認真去想, 有一天, 我睡醒我就說, 我真的要快些決定, 用什麼方法去死了, 不可以再拖了, 拖女無意思無用, 醫不到, 是嗎, 沒有改變的, 耶穌又不怪我, 家人又不會怪我, 那就好死了, 很想決定怎樣去死, 怎樣死呢, 我又沒有什麼天分, 想極都想不到怎樣去死, 爭不定主意, 有一天下班, 那條路很長, 我就在想, 我一定要決定了, 今天一定要決定了, 拖了太久了, 拖了兩三個星期, 很不開心, 天天都很不開心, 睜大眼就是, 我今天怎樣死好呢, 那天日子就這樣過, 沒人知道, 但是我照上班照上教會, 最恐怖是這樣, 那種影響, 我正在路上, 那天晚上在想, 我一定要抓定主意了, 不可以再拖, 聖靈就來了, 那一刻聖靈就來了, 他跟我說, 你信耶穌, 你為什麼要這麼聽撒旦說, 我突然聽到這句, 我叫你出來, 我為什麼要聽他講, 我又不是信他, 今天火滾了, 當時火都來了, 一火都來了, 當時看到天開了, 之前幾個月來灰灰藍藍的顏色, 變成很漂亮的顏色, 黃昏的顏色, 空氣都很舒暢, 很想去吃東西了, 覺得有味道了, 那在這件事上, 我很感謝神, 上帝真的很愛我, 我看到就是, 甚至我不懂去尋求他, 我蠢到不懂去尋求他, 我經歷了這麼多神跡歧視, 我都忘記了耶穌, 我是自己去面對, 靠自己去面對, 是一路被邪靈有毀入, 一路影響, 影響我的生命, 甚至要拿了我的命, 在這件事上, 我看到耶穌多麼愛我, 他真是愛我們, 愛我們到底, 我在討告裡面, 帶很多人去經歷神的時候, 我看到耶穌怎樣去擁抱著人, 他是全然的愛我們, 他擁抱得最緊的人, 最用力擁抱的人, 就是犯最多罪, 生命最破碎, 不能自拔的人, 在神裡面我看到, 我們的罪越大, 上帝的愛越大, 我們的軟約越多, 送祂的恩典越多, 感謝神, 榮耀歸給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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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